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个非常隐蔽的小岛 而这里却是二战时期日军重要的军港之一 因为美军的空袭在这里炸成了20多艘日本军舰 而这一切并没有影响这里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以及海洋生态 这里依旧未受污染 也因此成为了各国潜水爱好者心中的梦幻天堂 科隆市是科隆岛以及其他20多个小岛组成 这里随处可见碧蓝的海水以及美丽的沙滩 从科隆码头搭乘巴掌船来开启你的梦幻之旅 最先可以抵达一个叫做七仙女的岛屿 这是此处最著名的潜水区域 色彩斑斓的涉带鱼群在你身边环绕 说不定泥墨就在其中呢 而水底则是珊瑚公园 只要浮潜就能看到这不一样的海底世界 科隆岛附近有很多石灰岩峭壁 这是巴拉旺最具代表性的景色 童话般的蓝绿色与素雅的山石小岛结合在一起 就像电影中的场景 但它就在你的眼前 凯央根湖是有着菲律宾最干净的湖泊之称的近湖 山崖两臂间镶嵌着广阔的湖面 就像是晶莹的钻石一样 能见度超过40米 这里还有个非常特别的狼鱼湖 40%的淡水与60%的海水组成 上半部分是冷的淡水 下半部分则是热的海水 因此被称为冷热湖 非常奇特 这样神奇的岛屿 你们要去探险吗 好了 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 就先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